Hello,大家好,我是老大卫 今天这一节目是一个vlog 我现在是在Brisbane的Chinatown 就是Wolfo Chubeli 然后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是我的一个粉丝朋友的 Vatuation Cinema 就是毕业日 然后他有邀请我去参加 那今天这集vlog就给大家看一看 布里斯班 QUT就是昆石南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是什么样的 然后给他们今天买了一个 订了一束花 然后我们现在去取这个花 哎,我学 刚刚出门就下到阿远了 这家又要迟到了 突然这个家就下了很大 那这位朋友也是跟我做了两期实习项目的 然后他的妈妈也是我的忠实粉丝 所以他们邀请我 我觉得也是对我的幸运 到了 好,我只是选择我的花 哦,对 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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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那是那些 拿到了,没有赶快,赶快去了 感觉要迟到了 啊,居然下雨了 刚才我来的地方,我上班的地方 然后现在我们要坐大概三站 刚下车,他们的毕业典礼在 Brisbane Convention Center 然后我们现在进去,现在 好好没有迟到,现在是1点50 还有10分钟正式开始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QUT 没有在自己的学校举办 不好意思,这是银9 这是银9的银9 你们要对银9的银9 是的,银9 是啊,银9 对,进来 不是,这就是银9 这边由那边 银9的银9 你们要到银9 你会对银9 对,谢谢 你们的银9 很棒 很好的 那是银9 银9 一项组织 It's good Ok, thank you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澳洲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的第一部分是对于这片土地的主人 也就是澳洲土著的一个敬意 这也是澳洲政治正确的一部分 之后就是毕业生进场 毕业典礼也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大家可以看到应该是院长吧 然后他手上的是一个权杖 也称学术权杖 权就是学术的一个权威 也就是学术独立的一个象征 杖表示对学术的严谨、敬畏 还有传承的精神 所以在澳洲的毕业典礼上 你不会听到唱国歌 更不会有党派之争 所有的毕业生都在权杖下被授予学位 让毕业典礼变得更加的浓重 还有神圣 首先就是校长讲话 之后毕业典礼也会根据科系进行排序 然后从学士学位 然后荣誉学位 硕士学位 最后是博士和博士后 每一个人都会念到他们自己的名字 或者上台授予学位 然后照相跟校长敬礼 有的学校还会交谈说一到两句话 大家看到这是对个体的一个尊重 还有认同 那一刻主角就是你 也是被全场祝福的人 Samuel Benson 当然了掌声也是少不了的 那毕业典礼的最后呢是学生代表发言 那毕业典礼的最后呢是学生代表发言 我们自己的组合工来了 恭喜 我感觉我妆都脱了一半了 什么心情啊 心情就是 终于毕业了 终于脱离苦海了 挺挺难的吧 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然后但是最后好在就是过了 哦 对 你们那个学学校是不是男生比较多 你们这个学校 那这部分我今天来排队的时候 他都是按姓名就是surname的开头来排的 我以为我远远看还以为是按男女来排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想怎么那么多男生 然后结果发现他是按照那个手字母来排的 然后我前面全是男的 你学校发现一件事 你学校发现一件事 你学校在IT当中其实很好找工作 是吗 因为你们有性别优势 那确实在澳洲可能是这样 所以这个缺点变成优点了 对 对 下边进入内卷时代 你要开始卷工作了 加油吧 加油 你做过两个项目了 应该会是不是自信一些了 稍微自信一点 如果让你再做 再给你布置一道作业 你可以独立完成吗 可以吧 应该可以了 那就可以 这你找工作就不远了 是吗 这样就可以找工作了 你要独立能够能独立做一个项目的话 基本上就不远了 人家后面的都是那种high distinction 什么master的 不用跟他们卷了 卷不过 卷不过 他们怎么做到的 你也可以做的 你今天赶上了吗 赶上了 我没有迟到 赶到我了 我还在想 要是我出去好一点 你说不定就能 还在后面是吧 对啊 我没想到他的high speed 他就往后排 他以为越高级的就往前 搞到我排那么强 你觉得QVT怎么样 你注意啊 我的v6要发上去的 可以剪掉了 好的好的 你还可以后期配音 对对对 可以可以 QVT不错了 你觉得QVT的slogan吗 就什么reward university for the reward 我觉得这句话写的特别好 他一下抢了UQ的生意了 对 好像比UQ不是reward for the reward 对吧 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内涵了一下UQ 对啊 QVT就是 就是学的东西其实也挺好的 但是特别难 你讲QVT还讲UQ QVT 你觉得它很难 是吗 哦 但是它学费也没有比UQ便宜多少 还是便宜 还是便宜 便宜一点 还是便宜 是吗 看你读什么科吧 我觉得读工科都会 哦 现在一年多少钱 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英文课基本上就五六千了 哦 很贵很贵 还要再学吗 呃 再看看吧 哈哈哈 你能回本吗 哈哈哈 加油一定要找到工作 第一年如果你挣六万的话 差不多就能回本 不吃不喝的话 能回本 对吧 然后第二年你 第二年就是正常回本 第三年你就赚了 给你妈妈省点钱 嗯 好吧 哈哈哈 终于 好 恭喜你 恭喜你 下面加油了 不要送你 能开开心心的 好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阳光的国度 成为一个阳光开心的孩子 就是妈妈最大的信念 是吧 也是的 做父母的差不多都是一样 嗯 好 恭喜你啊 恭喜女儿能够 哎呀 真的是 我也在见证了你人生当中 小小的最重要的一刻了 最重要的一刻 对啊 有很多重要时刻 这个时钟之一 对对对 进入社会了 哈哈哈 有男朋友了吗 那给你 他们的毕业典里结束了 然后我就先回去了 因为今天还要回家接孩子 这个阿姨送过的 他们家自己做的 叫鸭三剑 太热情了 等会回家再给大家看 好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Vlog 也欢迎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其他Vlog了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